欢迎来到老司机探案 红月小镇最近开采出稀有资产 数量不多 可是不知道此事怎么会被外星球知道 他们立即派出外星人多多 来商量能够买到一些能源 但是价钱并没有谈好 原本以为多多会回到自己的星球去 没想到多多说 我想留下几天看看这里的环境与地形 说不定我们星球也能找到这样的地方 发现出能源 迫于无奈下便由红一霞带着多多来到能源地 旁边的赞助地住家 一连两天多多都跟着开采空四处看看 老司机侦探接到报案说红一霞死在房中 老司机侦探带着狼警官立即前往 发现红一霞正对窗户 被绑在凳子上 嘴巴也被封住了 脖子上有一根枯藤 根据调查红一霞死于今天早晨 全身没有受伤 针孔也无任何中毒现象 应该是凶手用枯藤勒死后再绑住 于是立即抓住嫌疑最大的多多 旁边的开采空却道 昨天今天多多一直跟着我们 但是红一霞平时不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有好几天没有看见他了 不知道此时 证据不足便放了多多 多多借此师资大开口 你们要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 要用我说的价格买你们四分之一的能源 为了两个星球的和平 狼警官同意了 老司机侦探看着窗外 蔫掉的花不由感叹 突然他想到什么说 快把外星人多多抓住 他就是凶手 老司机侦探为什么这么说呢 请思考片刻 五秒后揭晓答案 因为多多是前几天绑住的红一霞 用活的藤腕缠绕脖子 经过窗外太阳照射 收缩导致红一霞的死亡 这天狼警官在街边巡逻 看到两个美女经过 想着他们当中 肯定有一个是富婆 很有钱的那种 你知道他们哪一个是真正有钱的富婆吗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吧 正确答案先在下期公布 记得点击一下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上期答案 右边的母亲是一位狼人 仔细观察可以看到她床头有皮带 那是每当她变身时 为了防止她出去有麻烦 用来捆住自己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